Halloa,我是阿怪,又到了月底啦! 經過了好幾個月的手機荒之後 這個月終於出現了蠻多好玩的手機遊戲 那在看排行榜之前記得先訂閱我啊 那讓我們看一下4月份的手機Top10遊戲排行榜吧! 英諾娜 英諾娜是由日本遊戲抽權 全新高自由度的日式角色扮演遊戲 遊戲原本是PC遊戲,改編成手機版本 結合了高自由度的綜合玩法 豐富的非戰鬥活動內容 讓玩家可以挑戰這個充滿無限可能的開放世界 玩家將扮演要出行的旅人 意外遇到了以太之風漂流到神秘的島嶼 遊戲中共多達C種類的種族角色 更有10種職業可以選擇 除此之外還可以調整外觀 想成為什麼樣的人做什麼事 都由玩家自己決定 戰鬥強是大開放世界的即時戰鬥 玩家在遊戲中可以使用遠程攻擊 也可以使用近距離攻擊 也可以透過點數來學習技能 就能使用更強大的攻擊方式 此外遊戲中還擁有了生活類型的副技能 例如木匠、鐵匠、裁縫等 日常生活中就能接觸到的技能內容 讓遊戲內容變得更加亂鬥 傳奇大亂鬥是由Light Game發布的手機 與PC版多人PVP對戰遊戲 網路了全球戰鬥好手 玩家可以利用3分鐘的戰鬥時間來擊敗對手 在全球共提供了13種語言與版本 戰鬥強要是即時動作 玩家需要在競技場當中擊敗對手 在3分鐘的時間拿到最高分數即可獲勝 遊戲中操作是非常簡單的 玩家可以使用跳躍或是普通攻擊 在使用技能的時候是需要CD時間 當然你承受敵人的攻擊時 就可以累積怒氣質 也可以使用怒氣攻擊 將包圍你的敵人全部打飛 而遊戲的玩法非常簡單 共提供了6種多功能模式 遊戲源於童話故事中的10個人物中 選擇進行戰鬥 每個人物都有具備獨特的角色與技能 當然也可以幫他們改變服裝失落的世紀 魔靈召喚失落的世紀 是由韓國遊戲商旗下競技對戰手機遊戲 是以魔靈召喚世界觀以及角色為基礎的 全新即時競技遊戲 透過隊伍編排以及技能搭配 和全球玩家進行一場8對8的多人對決 戰鬥採用的是即時戰鬥方式 玩家最多可以安排8位角色上場 在上場前也會有分前排與後排 進入戰場之後就會自動攻擊敵人 玩家可以依照我方的魔力值 來選擇角色人物的技能就可以來攻擊敵人了 每個角色的技能也都會不一樣 有些是冰凍持續傷害 有些是弱化防禦攻擊 甚至於有些技能還可以讓人物變換位置 什麼時候出牌攻擊 什麼時候進行反擊都會變得很重要的 讓整體的玩法變得很多元 當然在戰場上也會有屬性相克 優勢方會增加強擊以及暴擊率 而劣勢方反之 在人物培養上面就比較簡單了 所有的人物角色都是可以利用召喚來得到的 也可以利用召喚到的碎片 將自己擁有的角色培養升級 後期還有更多的技能石或是符文系統 讓遊戲更加羈絆之刃 死神羈絆之刃是由Bridge製作委員會 以及Demo Game 正式授權的養成對戰 RPG 手機遊戲 而遊戲也特別請到了受此談論遊戲代言人 強調動畫原因重現 透過QTA戰鬥方式來演繹死神 玩家將可以享受到最原始的遊戲樂趣 高度還原了原作劇情 玩家將扮演強大的靈力少年黑棋醫護 為了守護家人 將斬破刀插入醫護的身體裡 從此讓他變成一位死神 戰鬥的方式強是回合制方式 戰場最多可以六位角色上場 而最主要的攻擊方式分為兩種 一種就是技能攻擊 另外一種就是奧移攻擊 遊戲中內角色可以透過多種管道來累積怒氣值 當怒氣值達到一定的程度 就可以施放強大的奧移技能了 值得一提的就是 對戰中搭配獨有的QTA玩法 玩家在使用普通技能的時候 可以透過手動施放普通攻擊 會有一個時間軸的部分 在正確的時間點選其他夥伴 就可以用來實現連擊功能 後期也可以透過身心來取得更多技能 除了還原經典場景與劇情之外 每端故事情節也都會有精緻的小動畫去演繹 更讓玩家能夠融入無雙吧 真三國無雙吧 是由Kinko 旗下的人數戰器動作遊戲 遊戲是真三國無雙系列作品 首度採用開放世界的型態之作 以連貫單一大地圖重現 三國時代的全景大地圖 戰鬥採用的是3D動作玩法 在這次的攻擊配置上比較特別 與以往比較不一樣 除了有輕攻擊、總攻擊之外 還加入了技能攻擊 在三種攻擊方式不同的搭配上 就會創造出很多的不同攻擊模式 以全新開放大體圖方式 讓世界各體都有不同的戰況同時進行 也導入了日夜變化時間的概念 讓遊戲更加有真實感 動作設計翻新 灰印戰況有所不同 也可以使用構成情乳敵軍的層次 或是爬上屋頂等多彩多姿的行動 而這次遊戲的特色是採用雲端串流技術 在遊戲中容量才不到100MB呢 算是一種全新遊戲玩法 但是主要還是要看你的網速夠不夠力 《永恆盛約》是由七元素遊戲代理 正統日誌MMORPG 希望能以手機平台製作出最強的3D高畫質遊戲 遊戲特別請到日本知名視覺系 搖滾團體《月之海》 跨界打造遊戲專屬主題去 故事背景在人類與獸人族 因為領地互相有所衝突 作為戰士的你將拿起武器 保護諾特尼亞挺身而出 遊戲共提供了四種職業 靈活使用的劍、斧、盾、戰士 近戰魔法皆精通的神騎士 擅長遠距攻擊的法師 負責治癒的己師 選定角色人物之後 還可以依照人物調整臉部、髮型、體型 甚至於身邊的小精靈也可以做改變 戰鬥採用式3D動作類型 遊戲內採用的是開放式地圖 玩家可以自由探索廣大的奇幻世界 遊戲戰鬥畫面算非常精緻 可以叼打一堆的糞game 不過在戰鬥節奏上就有一點慢 在攻擊或使用技能來說 都需要集氣來攻擊敵人 而另外比較特別的就是 遊戲獨創的特性系統 在後期每個職業都可以切換3大天賦 多種技能搭配 玩家可以依照副本需求 以及隊伍成員的職業組成 進而演變出千變萬化的戰術 盾之勇者陳明露 盾之勇者陳明露 是由諸式會社繳穿正版授權 也是盾之勇者陳明露 同名動畫改編的 日式養成RPG手機遊戲 而玩家將扮演演古尚文 莫名其妙的被傳說到異世界 並成為四聖勇者之中的盾之勇者 而卻被陷害園區之罪 而戰鬥採用式回合之方式 每位角色都有3種的攻擊方式 普通攻擊、技能攻擊與怒氣之攻擊 而有趣的是 在戰鬥中 玩家還可以隨時移動位置 可以將防禦力高的人物擺在前面 而沒有血的時候 就可以移動到後面了 而不知道是不是為了盾之勇者 才這樣設定的 而每一次進入關卡 也不只有一次戰鬥 會有很多的分支 也會有不同的東西 像是寶箱 或是可以增加自身能力的道具 而遊戲在劇情還原的部分 真的做的還蠻不錯的 都是依照原作的設定去進行 而邊玩的時候 還可以邊回味一下武士劇情 而在盾之勇者的地方 又有一個蠻特別的設定 就是天賦技能 可以依照你選擇的天賦 也能學習到不一樣的技能招式喔 自去年9月國際版上市之後 現在終於有了中文版本啦 Covergame旗下的RPG遊戲新作 網路了世界各地的英雄齊聚一堂 以故事劇情為主打 玩家將化身為君主們招募英雄們功成掠奪 同是理念國家佔領與經營策略雙重樂趣的故事型手機RPG 而戰鬥採用的是回合制方式 最多可以五位角色上場 而每位角色英雄可以使用三種攻擊技能 而遊戲的戰鬥畫面非常精緻 感覺起來有一點點像是魅影在靈 而當角色攻擊的時候 也會有一定的機率產生連擊合作 就有機會造成兩次的攻擊 而當怒氣值集滿之後 也可以使用華麗的怒氣值招式 也會有非常精緻的動畫去展現 而當氣集滿兩倍的怒氣值 還可以使用雙倍的合體怒氣值攻擊 可以大大的傷害敵人 而在大地圖上 也有機會遇到其他國家的人物 也有機會利用溝通來讓對方稱呼 就可以直接得到對方的武將 如果遇到無法說服的國家 也可以試圖的與他們一起同盟 不然就只能與該國家決一實戰囉 而製作團隊則是致力於遊戲內容的品質 期盼玩家無需耗置大量的時間 就能感受到遊戲內有所進展 再加上有著卡通渲染技術 讓遊戲中的畫面變得非常精緻 算是近期內還不錯的一款手機遊戲 熱血航線 航海王熱血航線 是由正版動漫授權的手機遊戲 改編自日本漫畫家 韋田龍一郎的創作少年漫畫 也是我個人非常期待的海賊王動作類型遊戲 以大海賊時代作為舞台 玩家將扮演海賊萌其滴魯夫 為了成為海賊王 為夢想而出海 向偉大的航道航行的海洋冒險故事 而戰鬥採用的是3D動作類型 玩法就像是無雙系列一樣 很爽快 很有打擊感 有一點點像是手機版的 One Piece 海賊無雙系列 而為了提升遊戲的代入感 還特別強調真實的打擊感 在每個角色的人物身上 使用的技能都會是原作裡面的技能 像是魯夫使用的香蕉槍 或是索隆的山刀流等等 都在遊戲中展現出來 相較之前版本來說 最後正式上市的版本 畫質真的好上許多啊 並且加入了非常多的動畫元素 讓整體的遊戲超級有帶入感的 並且在使用技能的時候 不只是單一的技能 要先使用A技能 才能開啟B技能的使用方式 讓戰鬥的玩法變得非常多元 而遊戲的畫面風格是二次元風格 而同時利用了卡通渲染技術 來給玩家呈現一個原汁原味的畫風 和豐富多彩的海賊世界 同時遊戲也高度還原了 海賊系列的故事劇情 玩家可以在遊戲中盡情回味 動漫裡面的故事情節 而後期還可以開啟三對三的格鬥競技場 可以與線上的好友們一起戰鬥 而原作中的角色人物也都會一一出場 而這些經典人物也都有機會成為你的夥伴 一同在海上冒險 模型少女是由小萌科技 代理營運首款模型為主題的3D手機遊戲 採用了PBR工藝3D渲染技術 呈現寫實材質與光影的3D效果 還原真實模型的質感與細節 為玩家帶來360度無死角的模型遊玩體驗 玩家將扮演這些模型少女的主人 除了要好好的保養他們之外 還可以嘿嘿嘿 而故事敘述了模型們覺醒之後 悄悄的在現實世界中探險 但是邪惡模型組織的出現 打破了這份瓶頸 讓模型們被迫與主人分離的故事 遊戲的玩法採用的是即時戰鬥 兩邊各可以上場多位角色 開始之後就會自動的戰鬥 玩家只需要透過點擊頭像 就可以使用每位角色的專屬技能 也有模型專屬的大招動畫 讓戰鬥策略性立體化清晰呈現 另外在安排角色的時候也很重要 像是鹽田河江 他的技能就是以直線攻擊 可以安排多位角色在同一陣線上 也能一次的攻擊全部敵人 另外每個模型少女也有專屬的出場場牌 同一個廠牌角色也會有加成的效果喔 為了減輕玩家的負擔 遊戲開啟了一鍵領取模型們 徹夜努力蒐集而來的寡擊系統 另外在召喚系統上面採用的是 合玩式抽卡 真實還原開箱蒐集模型的過程 手動撕開紙條的風盒 即可獲得風格各一的模型們 再加上有著打量的動畫 去演繹故事劇情 算是這個月還蠻期待的一款手機遊戲 以上就是本月的手機Top10遊戲排行榜啦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觀眾拜託點個讚訂閱一下 也麻煩要開啟小鈴鐺啊 我是愛玩搞怪殺怪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